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们的家乡 永家 永家县 隶属于浙江省的温州市 最早的时候是在隋朝时开始设置郡县 而永家也因为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 让这座青山环绕 南西江贯穿而过的千年古城 成为南方文运特别发达的城市 而其中最能代表永家庚图文化的 就是位在沿头镇的苍波古村 青翠的拔木声 青青的鸟叫声 紧邻着南西江的苍波古村 不仅仅是永家县里最美的古村落 同时也是永家人庚图文化的发源地 走进村里 仿佛犹如置身在一幅山水画里 我们苍波古村呢 它是按照天人合一五行八卦 以及我们的文房四宝为格局设计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站在的这条路呢 叫做 这条街呢叫做比街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山上这一个呢 是我们的比架山 我们这条比就是挂在我们这个比架山上 那么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左边这一块呢 有三根墨垫 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根 第一根墨垫呢 它是有点斜面的 说明已经使用过了 寓意着我们仓波人民 我们的子孙呢 能够远远流长读书 能够越来越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左边这里有个池塘 它叫西池 那么它是在我们村子的西侧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燕池了 我们的整一个 纸在哪里呢 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一片村庄 它就是一张纸 活灵活现的这一个纸 寓意着我们现在 南西江这一个耕独文化 耕以荣生 独以荣生 耕以致富 那么我们这一块呢 讲述的就是我们的耕独文化 苍波古村 渔桥耕独 在大自然的恩赐里 孕育出俊勇的勇家文化 而现存的古村落 处处都还看得见 宋代建筑所留下的余韵 其中又以悬挂着 苍波西门牌匾的古村大门 最为后人所赞叹 这个苍波西门呢 是在中国建筑史上 有标志意义的一个代表柱 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 插红在柱子上面打红 然后把它在兜宫呢 窗户柱子 总共跌了五层 把这个屋面的力呢 从两侧集中到柱子中心当中 但是这种建筑呢 就没有能够把不同的结构呢 合在一起 承担这个屋面的重力 把屋面的重力呢 集中在柱上 苍波西门的牌楼 始建于南宋纯熙五年 也就是西元1178年 屋顶是重沿悬山式的构造 外加全都以木头搭建 所以特别显得古朴之美 隐约透露出书香门地的芬芳 而在苍波西门的右侧 也就是苍波古村的东南角上 两棵有着800年历史的老百树 之间依旧绿意盎然 庇佑着古村内的居民百姓 在往里处走 则是可以看到 苍波古村里 极富盛名的望兄亭 望兄亭它的建筑特色呢 在很多细微处 不说大家不说很注意 你看下面这个柱子 它是六根柱子 边上的这个柱子呢 它是往里边靠一点 就是这个上面的两柱之间的距离 比下面两柱的距离要短些 就是实际上有一种往里支撑的作用 是里面靠 如果是同样一个平面上面的话 它像一个梗标的梯形 支撑了 还有一个呢 它有许多趋向美 下面的美人靠 这个柱子有点浮现 还有上面这个屋面左右前后都有一点曲线 在松眉上比较柔美 从力学上面呢 它也有一些科学的原理在里边 就是雨水从这个屋井流下来 因为这个很陡 屋面很陡 它这个树子就很快 然后下面呢 比较平 所以它的出水就比较远 可以打到那个多雨的效果 望兄亭的故事 讲述的是藏伯古村里 第七室祖李秋山与其弟李家墓两人之间 身后的兄弟情仪 而整座藏伯古村也是因为李氏家族的兴旺 而成为永家一代的名门旺族 也因此李氏大宗祠堂也成为古村里最重要的建筑 李氏大宗它是一个村庄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就是村口建造的一个祭祀中心 还有一个呢 是学堂 办学 教育 自身后代 学习文化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公堂了 就是处理一些民间的纠纷 有三种工艺 在建筑上面呢 它的建筑工艺还是保留着唐宋的风格 是昌坡古村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 这个昌坡里是始祖 第一代先祖叫李成 他从福建那边迁过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在昌坡村就培养出我们永家县第一名的武进士 现在统计起来呢 不是红尺科一个人 其他的进士呢 文科进士六个 武进士有两个 在这里呢 就是进士一级的公民就有九个人 那么在一村一县的这个南西间古村路当中 这个昌坡里士宗族呢是最早发达起来的一个家族 随着李士家族的兴旺与发达 让苍坡古村成为南宋时期 读书人心中作学问的首选之处 也因此培养出将永家学派集大成的当代思想家 叶士同时也将事工学说发展到极致 和当时的两派险学 珠希的理学以及路九渊的新学 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发展出南宋三大学说的多元哲学文化 跟着父亲叶光祖前驱到苍坡古村 改变了叶士的一生 在苍坡的岁月里除了精进学问之外 还是埋守于书册之间 也因此造就了集政治文学与哲学为一体的叶士 将永家学派的事工学说发扬光大 这个意识成长起来以后 又到外地去深造靠近视 做了恒大的学问 也做了一个恒大广 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永家学派事工学说 简单一点就是一种实用之学 现在按照现在这个化解 就是包括了现在的文科理科 还有工科多方面的学问 总结起来也有一句话 就是一个是经济工作 一个是军事工作 让老百姓的富裕的生活 同时又能够带兵打仗 保卫国家 就是这么一种虚问 就是实用之学 就是立足现实情况 去研究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是一种空同的理论 就实践跟理论先集合 它主要是跟朱世的理学 还有陆九渊的新学 是朗诵中期全国三大学派 也是最大的成就 除了将永家学派 带上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之外 同时也在文学上有诸多成就 像是以他的字号 水星居士为名的水星先生文集 更是传扬后代的历史剧作 江水潺潺的南西江 孕育出永家文化地标 苍波古村 生生不息的南西江 则是倒映出湖光山水一线天的 永家天然美景 同样坐落在盐头镇 和苍波古村 只有一路之隔的沥水长廊 是永家县南西江上的知名景点 在这里 江水沿着三百多公尺的沥水街 川流不息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街 叫沥水街 沥水街是始建于明家近年间 距今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脚下这一条路 全是由鹅软石铺层的 在我们的左手边有一条长廊 这个就是我们的美人靠 在这里拍个照片 也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在左边这一个有一个湖 那么湖的倒影 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 是非常美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从这边往后看 我们的倒影当中呢 我们又出现了一些新房子 非常漂亮 那么我们一路进去 主要呢 历水街是由历水街长廊 我们的近世牌坊 还有我们的水亭池 三个部位组成 这个是今朝的牌坊 也就是纪念明代中期 加近四十四年的近世 今朝的一个牌坊 是属于南西间建筑等级 比较高的一个建筑 实际上就是一个农术型的 古建筑精华的一个作品 现在呢就是南西间中有 在明代中期的这个建筑非常之少 所以这个建筑在南西建筑史上 是具有最高等级的 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个代表作 在沿头古镇里 金氏家族是最显赫的望族 而身为官宦世家的金家人 除了在村里大兴水利之外 也新建了水亭池 可别以为这座宅院只是一般的房子 事实上这座宅院本身也是一项水利工程 除了具有防洪 灌溉 储水的功能之外 同时又能办学教育 成为当时名声响亮的书院 这个赤坛纪念的人物金融辅持的沿头第八十 比今朝还高两倍 他呢 整个地盘 就是明代嘉靖年间呢 就是建造内水湖 实际上就是一个水利工程 然后这造好之后呢 就捐给整个地方所有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这个我们站的地方 办学校培养一个宗族当中之地的学校 所以他去世之后呢 他的后代呢 就把这一个地方修了以后 就变成纪念这个金融府的赤坛 因为这个赤坛当工有水池 它是模仿这个县雪的盘池盘桥 这么一个建筑 来造这么一个宗旨建筑 所以呢 后代就把这个赤坛叫水亭池 这个金融府呢 就称之为水亭泰 它主要是在沿途 教育跟农田水利方面 做出许多贡献 在盐头古镇里 明代时期的房屋建筑 已经所剩不多 但明代时期所建设的桥梁 却至今保存完好 这个桥呢叫做立水桥 始建于明家近年间 它是由48根石柱组成的 寓意着我们盐头呢 是当时的48之都 那么这个桥呢 已经历经了300多年的历史了 是非常的牢固 立水桥又名永庆桥 是三孔拱圈式石板桥 桥身上两侧的石条 分别刻有立水桥 以及明家境 物武中秋吉弹剑等字样 整座桥古朴美观 并且与村里景致融为一体 就像是文昌隔前的 这面码头墙 在历经岁月风霜洗礼后 成为一幅浑然天成的 泼沫山水画 顺着沥水长廊 南西江的主干 在群山之中穿梭 而其中最美之处 在于坐着竹筏 沿着燕荡山而下 将沿头古镇 逐渐抛在脑后 南西江是因为它的两岸 溪流长 南木多而得名的 我们南西江具有 非常特色的一个 标志性的建筑 就是我们的竹筏 那么我们这边 有水秀 盐旗 扑多 村谷 而闻名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两边的这个水 是非常的清澈的 那么这里是达到了 国家的一级标准 而且这里的水 每立方米的含砂量 是仅万分之一克 南西江水质清澈 水域内的鱼产丰富 特别是永家的田鱼 扬名全国 也因此衍生出 渔夫利用鲁瓷来捕鱼的 传统捕鱼法 你看它就直接给它 雕起来了 雕起来它是厌不下去的 有个绳子给它打了个结 然后它再给它吐出来 就完成了鲁瓷捕鱼 最重要的一步 你看每个鲁瓷都很瘦 不胖 说明它们的战斗力比较强 捕鱼特别厉害的 俗话说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这句话套用在 永家的南西江上 也完全适用 在过去 不仅在江上打雨为生 同时也靠着江水 把永家的木头 运到县城里卖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水流现在比较急 那么我们古时候 南西江这一块 是没有公路的 我们所有的运输 包括说面粉啊 小麦这一块生活用品 全部是通过水路的 那么在之前 我们这个砍伐树木 那么运到我们县城里面 就是运用我们这个水路 竹筏运下去之后 然后换取我们这个钱财 在过去连接永家和县城 温州的 就只有这条26公里的 南西江水路 而如今 随着城市发展 过去的水上交通 蜕变成为休闲油气的好地方 也让南西江成为永家县境内 唯一一个国家级4A级旅游区 周围群山之间 更有着世界地质公园奇景 可说是大自然赐予永家 最美的礼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的永家 靠着山清水秀 吸引了包含大诗人 谢灵明在内的文人默克 齐聚在此品山赏水 而现在的永家 同样靠着山清水秀 不过呈现出来的 却是低碳绿能的环保新产业 其中又以原野农业集团 能堪称巧楚 靠着这些平凡不起眼的 花花草草和树木 把过去不被看好的农林园艺 打造成傲视全中国的 顶尖绿能企业 其实它的价值 不是体现在这个木材 这多少钱的 是体在它的生态 和它的美上面 所以这个时候 就给我们找出机会了 而本来一棵树 它只是它的木材的价值 可能就只一两百块钱 但它变成生态 变成这个 从艺术的角度 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 这个树就变成两万 甚至十万块钱 所以它的价值就突然之间 就是说被放大了 很多很多的倍 在花草树木中得到的灵感 李星涛决定把种树 这件事当成文化创意产业来做 意外地成为全中国最火的 农林园艺企业 但其实李星涛在他三人四岁那一年 无预警地遭到国营企业下岗 整整苦思了一年后 才找到人生新方向 而现在的原野集团 不仅已经成为国家一级园林企业 同时更把触角伸向台湾 台湾在这一块 它走得比我们早了 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它的经验 包括它人才的培育 它这一块都走在我们前面了 所以它被很多的人才沉淀下了 特别它的管理的理念 对的经验的积累 都被我们领先了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引进的地方 这是一 第二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那么如果台湾把自己的优势 愿意和我们合作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 这个机会能够找到一些台湾的 这些在农业方面做的领先的企业 就是说愿意和我们对接去了 就是说正行合作起来 那么我觉得这里市场是没问题 如果你把你的里面先进的东西再带过来 那么就是说把我们胆子 更加的拉伸了一个胆子 除了原野农业集团 在永家找到了突破口之外 还有这间全中国最大的协业制造公司 也在永家站上了事业的顶峰 奥康是永家的一个女片 奥康是永家涂生涂展起来的一个企业 那么奥康从最初的一个家庭小做方 发展到现在在全国这些行业 龙头企业 同时这也是代表了我们温州的一个企业的成长过程的一个缩影 一个品牌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最开始从我们这个推产品的穿奥刊走四番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广告语 把我们的产品深入到每个家家户户当中 那么到目前就是我们又重新进行了规划 把我们的品牌就是这个广告语 改来梦想是走出来的 为了把品牌推上国际 不惜在2014年大手笔的请来 当红韩星金秀贤当品牌代言人 而且更把设计的触角无限衍生 想做出品牌的 还有这座隐身在南西江中游 青龙湖畔的龙湖山庄民宿 我们有配套我们南西江的特色 南西江故乡故乡 就是根据商业的造型 那个丑螺高地 也是个巧妙的构思吧 基本上都是 像从老建筑 我们是按那个坑 就是造成天了水 变了水池 高的地上高的走 低的按低的走 造成以后取经通幽吧 夷山傍水的龙湖山庄 把南西江耕独文化的民居特色 完整呈现出来 不仅有长廊 有水塘 同时还有民宿老板热爱家乡的满腔情怀 但为了这间民宿 陈平放弃了在宁夏经营 二十年的建筑事业 让三个儿子们一开始有点难以接受 刚开始真的不好接受 因为从来没干过 以前的时候像我在北方的话 刀子从来不动过的 从来没动过刀 扫把都不能稍动 因为我们就是说习惯了 就那种生活了 二十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